这是1986年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的真实画面 为了防止二次爆炸 60万人潜伏后继的冲击人间联域 展开自杀式的清理工作 那么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 他们的最终结局又会如何 1986年4月26日凌晨1点多 一声巨响打破了苏联的宁静范围 那是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发出的旧响 反应堆将1200吨重的封点瞬间掀开 一瞬间 大量的高能辐射物漂浮在空中 形成了一道无惨斑斓的冲天空珠 很多人好奇地出门查看 都忍不住地正在光珠漂亮 此时他们还没意识到 一场巨大的灾难正在向他们逼近 当时很多人都以为这是一场普通的火灾 但事实却并非如此 据统计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后 辐射强度高达26000中间 辐射气量堪比广岛原子弹爆炸时的400多倍 大面积地区被辐射不燃 周边近3000平方公里彻底爆废 由于后果实在太严重 因此这起事故被认定为七级特大事故 也是历史上最严重的核电事故 爆炸后最先赶来的是附近值班的28名消防员 此时他们并不知道这是核电爆炸 以为只是普通的大火 也并没有人为他们准备专门的防复射装备 一些人刚到现场就觉得通讯可惜 一些人甚至受不了高温的灼射 以及强烈的辐射而当场死亡 一个不知情的消防员 见到地上发光的石头觉得非常稀奇 甚至还捡起来观看 他不知道那是吸满了辐射的水头 下一秒 他厚厚的防火手套就被烧穿了 入末之处全是大火 呼吸之间全是金属的味道 前面不断的有人倒下 后面的人紧接着冲了上去 好不容易等到明火被撲灭 这些消防员中已经有一半人牺牲了 剩下的人也被紧急送往医院接受治疗 然而这些幸存者经历的折磨 却并不比牺牲的人少 由于辐射严重 住院期间 他们无时无刻的不觉得身体灼热 很快就出现了皮肤不但剥落的情况 仅仅三个月的时间就全部离开了人世 由于他们本身就已经成为了辐射员 为此他们牺牲后 并不能按照正常的暗藏 而是被装进特制的千棺材里 用厚厚的水泥浇灌后 永远都被封存起来 他们的衣服也全被回收 集中处理 静静地等待时间的进化 而此时一个疑问也随之而出 这个核电站究竟为什么会发生爆炸 又为什么没有人告知这些消防员爆炸的严重性呢 视频中的惊响的一幕 发生在苏联统治下的乌克兰 1986年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爆炸 数十万人因此死亡 为了防止二次爆炸 六十万人潜伏后继 展开自杀式的清理工作 1986年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后 当时很多人都没放在心上 苏联政府领导人 甚至还专门过问过此事 但前来汇报的人信誓旦旦的表示 只是普通的爆炸 在可控范围之内并不严重 因此当时的领导人就没去夺昏 直到后来 辐射漂到了别的国家 当时睡点的工作人员 在衣服上发现了 不属于自己核电站的成分 经过研究分析后发现 是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产物 于是立即散报 并通过外交手段 将这件事情反映给了苏联高层 苏联的领导人 这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而此时已经距离爆炸 过去了将近三十个小时 原来4月26日的时候 核电站的工作人员 决定做一个实验 为了更好的进行实验 他们将核电站的安全系统关闭了 在实验过程中 由于操作事故 他们虽然发现了异常 但认为那点异常并不重要 而正是被他们忽略的这点异常 最终导致了悲剧的发生 苏联高层了解情况后 立即派出了几个式的力量 进行爆炸后的工作 他们紧急将附近的居民撤离 由于事情的真相 我们就公布出来 为此很多人还以为是大火太严重 出去躲避两天就回来了 没想到这一周 对一些人来说 竟成了永别 因为他们中的很多人 都受到了辐射的影响 寿命比正常人少了很多 而核辐射的进化过程很长 因此他们压根就等不到 重回家庭的那一刻 而另一边 核电站的民火虽然灭了 但谁也无法保证 会不会还有暗火 为此众多飞行员 自高奋勇地冲在前线 驾驶飞机往爆炸区 丢棚核和沙袋 他们的防护设备非常简单 这就一个简陋的口罩 以及一块牵板 他们的工作强度非常大 为了防止意外发生 他们持续在岗位上 工作了两天 为了更快的完成任务 他们昼夜不息 甚至每人每天 要往返三十多次 压根就没有时间吃饭 事实上 就算他们休息了 也根本吃不下饭 受辐射的影响 他们的身体疼痛难忍 而他们对此却毫无办法 我一能做的 就是静静等待死亡的来临 火灾的隐患被消除后 他们根本来不及休息 因为还有一个 被炸开的大窟窿需要填 经过商讨研究后 封住这个被炸开的大窟窿 最先进的战机 和最优秀的飞行员 承担了这项重任 这项任务并不难 但飞行员却并不敢掉以轻心 因为少女不慎 不光他自己的性质不保 整个的善后过程 也会受到影响 他最终没就辜负大家的情况 成功地完成了这项任务 但他本人也在四年后 因为白血病离开了人世 虽然火势已经控制住 但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 这是千尔诺贝利 核电站发生爆炸的真实影响 数十万人当场死亡 数百万人深受辐射折磨 为了将灾难程度降到最低 六十万人貌似前往人间炼狱 用生命展开清理工作 此时地下的水池中 全是爆炸后的反应堆冷却水 如果不赶紧将水排出去 随时都会再次发生爆炸 到时候大量的辐射 得不到有效的控制 整个欧洲都很有可能会沦陷 成为彻彻底底的无人区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三名勇士毅然决然地站出来 他们非常清楚进去意味着沈默 但为了国家和人民 他们愿意牺牲销货 成全更多的大物 他们制定了详细的计划 并分好工后留下遗书 决绝地走进了地下水之中 任务完成得非常顺利 但他们的生命却没有长久下去 而最坚决的任务 应该要数清理房顶上的碎块了 当时苏联准备用机器人进行打扫 但与碎片过多 机器人压根就完不成这样工作 为此他们只能采用生物机器人 而所谓的生物机器人 其实就是活生生的人类 当时的工程兵司令员 亲自给大家做动员工作 医生 工人 商人 战士 各行各地的人士聚集到这里 他们只有一个目标 将这里清理干净 将危险降到最低 随着一声令下 最高长官带头冲了进去 为了尽可能地保证大家安全 按照规定 他们每个人只有45秒的时间 高昏灼热的环境 厚重的防护服压根就遮挡不住什么 很多人眼睛被灼烧的生疼 呼吸之间全是金属的味道 他们没有时间闲聊 因为他们多干一秒钟 后面的人就能少干一秒钟 为此 他们每个人都超出了时间 他们拿着最简陋的工具 硬生生的以自己的血肉之躯 完成了这一项 不被人看好最艰难的任务 当他们将红旗插上的那一刻 心中的激动之情难以言表 从户顶上下来后 很多人被立即送进了医院 而上下的人则静静地开始抽烟 他们并不是烟一番了 而是听说 相信能够带出一部分身体里的核辐射 虽然不知道是真是假 但他们在用自己的方式进行自救 然而即使这样 他们的平均寿命也远远不如正常人 在这场危机中 很多人自愿前来 甘愿用自己的生命为后代 甚至可以说是为全人类奉献 为此 切尔诺贝利的这次回忌 经过这些无名精雄的努力 得到了最大程度的控制 反观后来 某岛国的做法高下了一件 也难怪某岛国不受人待见 对此你们怎么看呢